鄭安琪,歷賢老公張繼聰 擔任金像獎師爾 又表示計劃接拍電影 彭秀慧、周秀拿 跟鄭欣怡憑29加1 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 他們分享點為頒獎禮做準備 東方星舉行一連兩場棟篤笑 他在台上語重心長 多謝一個男人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 我是盧平羅貝奇 4月18日 就是郭富城和芳門的結婚週年紀念 近日芳門上載了一張 收到很大的玫瑰花的照片 這束愛的玫瑰還說謝謝首席 首席是誰 應該肯肯定是姓國的,是嗎 鄭安琪老公張繼聰 將會擔任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頒獎典禮的詩宜 說這麼快,過兩天 就到頒獎禮舉行的大日子 當然要加緊彩排 今天K出席品牌活動的時候 透露也有去過探老公班 因為我本身沒有電影作品 所以我又不能現場去看它 所以我也有去看她的彩排 要當金像獎師姨,壓力當然不少 張繼聰早前,易坦然本來軟退了 不過最終都接下這個重任 K當然100%支持老公 因為最初我知道她是… 真的覺得很大的責任她推了 我看著她推了 經過很多溝通 之後輾轉這個機會 又回到她那裡 我也很感到開心 我真的喜歡看她當詩宜 我覺得當金像獎的詩宜 本身當然有難度 亦因為這份榮譽特別難得 要有一定的能力才可以升任 我覺得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對,我最近也很… 我知道她有很多彩排要做 也很支持她 至於工作方面 K除了製作新專心 更希望參與電影 不知道老闆麥俊龍有否安排 我也有這種興趣 尤其是Juno… 我很喜歡她的電影 我也有跟她說 其實我也有一個演員夢 你這樣跟她說嗎 對 那她跟你有甚麼… 不是故意說的 但不知道為何聊聊聊天 說了出來,怕怕臭臭 她也說她也很希望 可以帶領我去做一些電影作品 暫時我也很期待 還是計劃一下 即將在這個月舉行 首次紅館表演的鄭欣宜 延伸銅鑼灣街頭 參與音樂會演出 近日欣宜因為扁桃才發現 而到此失傷 幸好今天已經沒甚麼大礙 今天第一次病院的公開 因為我之前扁桃線發現 今天也有一點沙沙 但還可以的 我覺得我當今天這個活動 是一個紅館的圍牙 逸兒又預告歌唱 請來質田擔任嘉賓 見他在網上分享的短片 還很搞鬼地用曲奇收買對方 其實他早就答應了 但我想逼他在我眼前 再唱一次歌給我聽 他真的很好 其實他在自己練習 有一個表演 他好像現在在佛山製作 我失禁了他自己的樂隊表演 然後用曲奇收買對方 加上對方 他跟我一起練習 我們接下來的表演會唱的歌 對,相信一定沒問題 真的深深眼 原來跟他那麼近距離 聽著他唱歌 真的很好聽 你試過… 沒有試過那麼近 而且我真的從他出道到現在 我真的… 他出道時,我已經很愛他 所以這個真的… 他能夠出現在我的表演 真的夢寐以求 另外,欣儀和周壽拿 憑29加1分別入圍今屆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 到時兩位會盛裝良相同地 應該不少得性感登場吧 因為後日就是金像獎 我們幾個女人 包括導演 都有談到你會穿甚麼 你設甚麼頭,甚麼顏色 不知道為何剛才他們說 我會性感 但我不會性感 但我聽說像Krissy會性感 不是… 不是我說的 但你聽說他會性感 在哪個地方或是甚麼程度 我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 阿嬌、中英和賴魂國的分訊 自從公布後 大家都很關心 究竟甚麼時候是大日子 今天有報導說5月25日 他們會飛去洛杉磯 直接過百晚舉行一個婚禮 還包含所有親友飛過去看 當然包括他們的閨密 蔡卓妍和容祖儀 不過經理人方面未有回應 無論如何 粉絲們當然會祝福下一站 幸福的阿嬌 除了鄭欣怡之外 日前世世出席活動的 周秀拿和彭秀慧 憑著29加1 入位香港電影金像獎 獲題名最佳導演 最佳新進導演 和最佳編劇的彭秀慧 近日就跟大家分享 他的入位證書 還說會表起他留念 不知道競逐影后補作的娜姐 又會如何珍藏這張證書 我也有… 你打算表起他嗎 我也有 儘量把他藏在櫃桶裡 為甚麼 是,第一張 沒有,我叫自己專心做事 對 是,好 因為我最近很多人都選衣服 又賺衣服 有很多… 太專注於金像獎的獎項上 希望完結後 自己都可以收拾心情 可以專心拍戲 而彭秀慧也說 當日會打扮得漂亮一漂亮才出現 以輕鬆心情面對賽果 但無論如何 導演,你無論如何都要準備 至謝詞 這一刻我還沒想到 但我覺得必須要想到 因為無論是否可以獎 要感謝的人始終都在 我已經想到 如果我寫很多篇文 不行的 我就放上臉書 就是很新的 東方星這晚 完成一連兩場棟篤笑 一眾粉絲為了這次演出 奮心撲飛 所以兩晚都座無虛席 看見大家反應這麼熱烈 東方星說要在台上 特別感謝一個男人 待會我會讀槍順 其實我也想到你知道是誰 就是我了 我在這裡把這本信送給我 心目中最聰明 最有智慧 最性感的男人 扮演我 謝謝 可能東方星怕老闆臨日氣氣 扣他薪金 所以完秀之後 他都說要感謝老闆出心出來 就是感謝他 你這樣悼獨嗎 對… 謝謝… 不用我,不用這些 他說了多謝馬雲 因為感謝自然… 這個世界是有因果的 對 所以沒甚麼所謂 對 既然這次董督少這麼成功 兩位又有考慮添食嗎 我覺得差不多了 因為看ViuTV的觀眾 也不知道兩位是甚麼 我覺得差不多了 這裡就完結,很適合 不然不轉台,不然就轉台了 對,快點… 休息一下,好,完結 看成影子,將會是下個月8日開羅 雖然由網絡串流平台所製作的電影 因為被除少金鐘女獎而推出影展 不過依然聲光入入 例如由彭尼洛古斯所主演的 Everybody Knows 由賈俊安導演執導的江湖二女 以及劉亞人主演的Burning等等 說起影壇盛事 當然還有我們ViuTV直播 星期日晚的 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到時見,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Bye Bye 第二次就在下集節目 變成人生的 情報 風最新的 by bwd6 ユー Pens モデューネ 電影金像獎